字幕提供 這支影片將說明為什麼 球道攻略提示不能用或看不到 以及障礙排除的方法 1.手錶在比賽模式或大致模式下 比賽模式或大致模式下無法使用 想使用球道攻略提示前 僅先關閉這兩個模式 2.手錶計分跟球桿提示功能未打開 手錶的計分跟球桿提示如果沒有打開 手錶就無法記錄桿子的表現 也就無法進行球道攻略提示 3.手錶不足無場球局資訊 新手錶需要至少記錄無場球局資訊 才可以進行球桿推薦 或是過去曾經使用Garmin的手錶 並在計分卡的部分有確實做好球桿表現統計資料 並儲存在Garmin.gov App中的帳號 在手錶與手機同步之後 手機就會自動將過去的球桿表現匯入手錶之中 球道攻略提示功能就可以正常進行 4.手錶沒有收到GPS訊號 手錶需要收到GPS才可以顯示此功能 球道攻略提示在您沒移動5公尺 就會自動更新資料 所以請務必確保GPS連線正常 5.人不在手錶顯示的球道上 如果人不是在手錶顯示的球道上的話 球道攻略提示功能也無法正常顯示 6.人在國嶺上 如果人在國嶺上 球道攻略提示功能也無法正常顯示 因為這個時候也不需要特別球桿推薦 7.在手錶地圖上沒有看到甘地圖示 在手錶上沒有看到甘地圖示 在手錶上沒有看到甘地圖示 可能是因為球道攻略提示功能被設定為手動 需在手錶球道地圖頁面時點選右上方的按鍵 並選擇詢問球童後才會看到推薦的球桿 或者您也可以將球道攻略提示功能設定為自動 之後就會自動顯示在球道下方地圖 8.手錶與手機未配對 建議在使用球道攻略提示功能時 手錶與手機配對 這樣手錶才可以取得最新的球桿資訊更新 若沒將手錶和手機配對 球道攻略提示功能如有足夠的球桿資訊之後能可運作 但就無法計算封數資訊對球桿所造成的影響 並做進一步的推薦 以上就是今天的球道攻略提示功能障礙排除教學 希望大家都可以更愉快的享受高爾夫 謝謝您的收看